針對這個官方部門讓我們進去之後的那個角色 然後那個國發會的那個資金區第一場 也是我們也有去這樣 可是那時候就是接過那個國發會要辦那個公共會的時候 就是覺得怪怪的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然後那時候也講不出來 那當時也有一種覺得好來就去聽這樣 所以我我自己本來就很不喜歡那種 到了一個行政程序長的公聽會聽那為什麼的 然後要簽名 就是很奇怪 就是我要幫他們背書 就是人家證明公庫有出席這樣 然後其實我很不喜歡 可是也講不出來 所以我其實有很多問題就是也還來不及 帶到我們內部去討論 所以有時候是慢慢想 那很多時候也是在今天剛好有釐清到這樣 那還有對於官方我們會有疑慮 可是像公庫我們都報導很多社運議題 那所以相對來說 可能很多社運者會覺得我們相對來說蠻友好的 可是我們也是要說我們是社運媒體 但不是社運者的媒體 對那跟剛剛提到像公民團體跟媒體 你自己公民記者 你是公民記者還是公民團體那個角色也有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現在社運團體在做一些突發行為 他們可能不能事先公布 所以他們可能會先透露訊息給幾個比較友好的媒體 然後就說我們等一下有一個秘密行動 那在哪裡然後讓你們去這樣子 那有些當然是很機密很很 我們當然相對來說覺得很重要當然會去 可是有些時候是他們會可能不斷叫你去 我們什麼時候有什麼事情你們一定要來啊 什麼就是因為你跟他打好關係之後 當時就還是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不是被你們猜前去拍攝 或是剛剛嘉欣有提到是 為什麼我們變成好像是社運者的傳聲筒 這樣也不太對 所以在太陽花的那個運動期間的時候 我們雖然就報道很多社運議題 但太陽花其實我們琢磨沒有算太多 可能到現場拍攝 因為畢定來說那個已經變成一個全國性的議題 那也有很多關注 包括像議論壇那邊也有都寫他們報道 那對於我們來說就變成說 可能因為我們人力又少 所以就會比較沒有關注到那一塊這樣子 就會變成我們有去思考那個社運媒體的事情 這樣 是這樣 我倒是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還是有現在一個互信封解 我覺得是台灣現在最大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我們過去在開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說 主席通常都喜歡做合議一次這樣子 然後不做裁決不做裁事 事實上按正常來講 我去不代表我同意啊 可是你看我們大家都一直會認為去就叫做你同意 這好怪 那這樣為什麼我去一個場合就叫做我同意 我去我也可以不同意啊 那只要主席他沒有明確的做出才是去收表決 我有做任何的表態 按理我覺得那個部分 可能是另外一個我覺得值得去思考 我覺得我們現在過去當然因為政府的確做一些不好的手段 可是這種變成是惡性循環的狀況之下 你就會覺得我們不是都教我們知己知己百戰百勝 通常如果國民黨開葬的知己黨開葬會 你就應該去聽他說什麼 跟你想像一步一樣 如果真的有講我們沒有想到過的 我覺得我們也自我反心跟反思 可是到最後變成畢垒分明 就他去 欸是我們今天開啟所以我如果去 那代表我就是贊同連聖文今天要說的話 會嗎 你們認同嗎 我第一次說 顯然在這一塊的角色上 我覺得我們也在自信上 或者未來在怎麼樣 大家有個默契在談到說 去 然後你如果說我有去 是啊我有去啊 可是我沒有代表認同你啊 這個部分也許是另外一個去 去把它再做一個更清楚的 劃分的方式 我再講一下 稍微再解釋一下那個東西 因為 其實我觀察那個形式 就是臥草 或者是其他其他媒體 跟國發會之間那個對答 像類似的辯論的形式 造成的一個結果是 是 它變成是說讓 讓你表達意見 譬如說我今天看一個記者會 不是讓媒體來表達意見 是讓媒體來問問你的了解 但是問題是說 它那個形式就是說 好 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然後呢 在這樣的操作上面 變成類似一個辯論形式的時候 就變成是說 我今天在質疑你的東西 就是在提出我的意見 所以說它等於說 我也開了一個東西 聽取了你的意見 那一般來說 媒體它不會是一個 官方所要對話的對照 但是問題是說 在那個形式上面 它又變成一個 不不只是統一的問題 而是它今天創造一個 溝通的形式而已 去參加了一個溝通的形式 即使是你從頭到尾 兩邊 兩邊講的話 各說各話 完全各有各的東西 會議上也不會有任何公式 而且一直都吵架 從頭吵到尾 但是問題是 它跟你溝通了 它跟你溝通了 就是你已經去表達了 在你的場合 你已經表達了你的意見 然後官方就會說 下一次他拿的資金去調遇 就是說 我們有跟公民團體 我們有跟獨立媒體溝通過 所以我一直說 我遇到的部分 通常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常講達魯文 這回過頭來講說 就是必須要再去做這些回應去走 因為現在媒體的溝通是不涉及化的 否則這樣 我只是在想像另外一個為難 就是說這當然會造成在我們在提到的 就是說 我們當時在政策上是辯證辯論 那 是不是官員每次都準備好來對打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像前一陣子 因為我們對於監票的權利拍照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 行文監票者聯盟發句說 我們要站著拍照 他回文很可愛 他直接寫不能站著拍照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就是回 能不能坐著拍 然後不行 躺著拍 趴著拍 跪著拍 那是很荒謬的事 那最後他們就派了一個什麼 副處長出來 我們就問他的職嫌 然後直接問他說 因為我們立交這個抗議書 我們就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不能拍 他說好我們會回去研究 我們說研究什麼 你已經回文說不能了 所以你應該辯證 因為你已經回文說不能了 你一定有不能的理由 所以你幹嘛還回去研究 你直接告訴我們 你們不能的理由 我們看老師他說不能站著拍照 就是可以坐著拍照 對 所以我們要到時候 所以這是很好笑 那我們問他 那個副處長 大概都是推那種第一線 或者沒接 他就認住了 我們就說 他說我們再回去研究 不用研究啊 你既然敢回文說不可以 你就 如果是不知道的事情 他的確可以講過 我們要回去研究 因為不知道 你們既然都回文敢 回文說不可以 你們就要來說明 你們不可以的理由 他就慌了 馬上警察就護送他 離開了 就是大概就這樣 所以說是不是官員都那麼能 消有善葬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會打個問號 當然那種座談會也許都 準備要跟你對談 但這個也是我覺得 團體之間的角色 不過我覺得 剛剛還是有一條線 我覺得媒體的確是比較不同 團體跟媒體去出席 這樣的會議的角色 的確不同 不過我自己可能 對這種東西是比較勇敢 認為這種東西 沒什麼好怕的 你如果某些程度上來說 你本來就要去面對它 或者真的就會流於一般的大眾 還是會認為你們在各說各話 然後一直都會有一種焦慮 為什麼這兩邊沒有辦法 大家再來做更清楚的討論這樣子 那些場合是不是適合 因為都會有策略的問題 很難啊 我們當然都知道 他們一定有這種目的 但是 這個不同的角度來思考 對 因為 因為舉例子來說 那個 其實它那個 資金區 跟金房伍事會議的時候 我 我有一段時間是 我去過國發會記者室幾次 就直接在國發的記者室就會跟他們溝通 就會問問題 就直接就講一般跑步會的記者 聽影片 然後也要跟他們公關 什麼什麼的 或者私底下跟他們聊 然後金房伍事會議的時候也都是去 就是跟一般記者一樣會問問題 那那種程序其實你會看到就是很正常的 就是一個官員跟記者提前 但是問題是他今天把那個場合擺出來 他今天是擺出來 然後你去了之後 他就會把你每一個放到他的網站上 所以我剛剛講嘛 哪有一個記者會 他會把來這邊參加一集的全部都列出來 但他列出來就是重要的 然後他 當他拿出來之後就是 我辦這個經貿模式會議 或者是我辦這個自經貿模式 我曾經辦過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我辦過這個東西 誰曾經來過怎麼樣怎麼樣 他其實就是要的那個東西 至於說他實際上已經溝通內容都不重要 然後他的形式上面擺到最高 那個教育是教育部長去的 可是那個時候剛好沒教育部長最成功的話 帶進去 然後管中民 就是他們通通都是部會的最高層級的展規 然後到現場去 去做這樣的對話 所以形式上面就是這樣 我應該的意思是說 這個還是要去面對 因為我遇過的狀況也會有一種狀況 就是說 他直接講說 一樣就是說回窮裡的部分 我遇過的狀況也有過 他們用 如果他們真的要用這樣的方法 他會說 我們都要這些團體了 名單給你看 他們都不來 一樣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逃不了那個局啦 他如果構建的話 他說 孫窮禮我還特別發五次耶 他都不理我們 我電話紀錄通連還可以給你們看 比方我的意思說 那這時候不是造成你更無情無意 就是說 你看我們邀請他 我電話通連 他們現在沒有玩到這樣子 如果他真的要玩到絕 他說 我們可以出示我們內部的通話紀錄給你看 我們打了20通了 那他還是不辣 可能我們要用轎子 都如此類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這應該是 我覺得我們基本上應該都是比較積極的一群 不管是公民機制或團體 我只在說 那個部分 勢必我認為還是要去很正面的去迎戰 我覺得我們不管是好 因為我們自己在辯證的很多的能力 就是說 否則一直在閃躲 我們不敢去對核能的部分的議題去做辯證 我們覺得他去一定會 要我們是不做背書或幹嘛 這個我只說 看起來就會流於現在原地踏步 那這個是我覺得可能 我們也許大家都會比較焦慮的部分 所以我才說 我自己遇到的狀況 他如果夠壞跟夠建 而且事實上他們也會 那他們有各種方法告訴你說 我已經要你了 但他們不來 最好他也要到你們抵制 你看 所以這就背後有政黨的力量 一定是蔡英文 然後還不巧還拍到一張 你好不好幾年前跟他一起 你看他們就是很熟 這永遠扯不完 我就說如果真的 他要進到這麼政策謀慮的去攻擊你的話 我覺得那真的是麻煩的事 所以我才說 值得思考 就是這一塊我們在面對 剛剛提到的 要不要參加什麼樣的角色 我就值得去想一想 不過這個事情真的是 有趣的一個案例 就是他 就是抓那個總統 要不然的話 你就開一個公民交通會 也不是說網路媒體喔 就是公民交通會 然後管中林啊 然後教練部長啊 然後直接出來 就是說我活活 我甚至不要設限 大家就來 所以我為什麼說 你看這就是激盪喔 因為我可能選新交企劃 就比較想 下次這種會議之前 我們應該先辦一個邀請他來 跟我們像這樣座談的會啊 是不是 就這邊才一千兩千塊的場地 我們 該我們邀他 然後他不來 該我們說 可能要用轎子 對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事 我只是說 我們也可以是公民的 獨立的公民媒體 發一場 我們想要會全會的一個座談會 你來不來 為什麼不信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能要想更積極的想一些方式 而不是可能 就是我們講的只是不去這樣 或現在我覺得不去不是能解決 因為 因為他是突然出招的 就整個東西突然出招 像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會跟他 先辦一個前院 所以說 我覺得先提清一個東西 就是說 這整個事情 不發會 管中林所要做 而且不只是管中林 因為其實前一陣子 然後那個勞動部不是也在辦那個 全國共和黨會議 在談那個派遣的問題 然後也搞了網路平台 也搞這個東西 現在官方其實 越來越想要去玩這一套東西 那當然 應對策略要怎麼應對是一回事 那 可是我覺得 我剛剛講了一個東西 就是他利用了網路媒體跟公民團體 中間這個模糊性 就是說他既有把你當媒體 又把你當公民團體 就是他利用這個模糊性 去搞這個東西 所以說 我覺得其實有些事情 就是假如說 真的會面對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需要去看 他到底在玩什麼東西 然後才有辦法去破搭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他 第一個 他一定不是一個正常 去對待媒體的方式 然後 如果說作為一個媒體來說 的話 你今天講自經區的議題 我也不是一個 站在反對自經區媒體的公民團體 這樣一個角色 我今天扮演的是媒體角色 所以說你跟我活動無效 因為有這麼多反對自經區的團體 你應該跟他們溝通 也不是跟我溝通的 你跑來跟我溝通 這算什麼 那 所以說我覺得 現在官方開始去秀到這個東西 也許管中平是特別聰明還是怎麼樣 他其實有一點 因為國發會有一點算是行政院裡面 各部會有一點 是拉他各部會在做一些東西的那種誤會 那管中平有一點 拉各部會在做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裡面是需要 對啊 就宏林剛剛談到的東西 其實也是一個思考的方式 就是也許我們需要去了解 他會做什麼事情 都要面對的 對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 剛剛講到國發會辦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有趣的案例 有機會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可以 好好地聊一聊 看看我們該怎麼處理 其實這種會還滿不少 像接下來 10月11月有全國能源會議 我們大家也聽到有一些環保團體 聽說抵制不參加 這個都 我近年不久都在反制這種問題 就是說 有一個全國能委會官方辦的 當然你知道 這個 紅門業 但是 抵制嗎 就這樣嗎 那我聽到民間團也反制說 在開展民間的全國能源會議 這當然可能也是一個方法 可是我還在談到說 這個如果沒有處理 還是各說各話 那對於一般 真的不了解事務的民眾來講 他是沒有辦法更完整去做呈現 所以 那個角色上我覺得 我們的確該想想 面對這樣的問題 可以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 劉仁瓊你剛剛提起來蠻好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們自己 在看這個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有邀我們要趕快去之類的 就是怎麼會講那麼多 就是一般來講 但確實就是 如果說是從媒體的角度 如果官方真的要有誠意 他可能要準備更多的資料 例如說當我們今天來問他 他不是說回憶 而是 當我去索取一些資料的時候 他要提供 因為我覺得過去還蠻特別 像今天就是說 我們去問一些官員 一些資料 他都會問我們說沒有 或是說 那要找 他不肯提供東西 這件事情是很麻煩的 資訊不公開 那我覺得他如果真的這件事 不是一個用溝通的手段 而是他要來向媒體交代一些東西 或是提供資訊 對民眾提供資訊的話 我覺得那個 後面的那個追問 就是說我們要我們也提供的東西 他要不要提供出來 我覺得那還蠻重要 那其實一開始不會想那麼多 可能就會覺得說 去 不過有些情況真的是很有趣 有些情況真的是很有趣 就是 我們在訪問對象 譬如說訪問官員對象的時候 那種問答不是公開的問答 一個公開的問答 跟一個非公開的問答 就不一樣 對啊 因為譬如說我就是搞不清楚 所以你要提供我哪些資料 我可能看了之後我就知道了 那類似像這樣對話不會是公開的 那然後呢 再來的話 嘉欣講對你講的沒錯 就是說你要給你 你如果說去看國安會 現在網站上通通都有 他對於所有這些網路媒體提的問題 全部通通都回答非常詳盡 資料裡都提供了 問題是你問不問到重點 所以說這個部分它會變成是說 你對一個問題 你必須要經營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 好比說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你今天在至今區裡面 講高等教育的問題 你的想像是擺在大學還是才在技職教育 然後呢 你如果說是擺在技職教育的話 有些人教育部對技職教育的態度 是不是需要去做調整 那就會牽涉到你對整個 整體大學的發展 跟技職教育發展的 一個長期的認識 你沒有這個長期認識 你會問出不到問題 所以說你問不到問題 它也不會提供 它也不會提供什麼資料給你的 那你能說是它的錯嗎 它到時候真的塞真的資料給你 你也看不懂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這個時候 這種對答 這種對答 因為其實鴻明剛剛講的情況可能是 我這個公民團體跟官方 其實我都已經很清楚它的東西了 但是呢 如果說我處在一個不清楚的狀況 我有的時候甚至是跟官方在學 就是說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跟你問我 然後我慢慢給你幾乎的東西出來 我才能問出第一個問題 然後我問問這個問題的目的 不是要把你驗倒 那結果所有的這個對答 在一切東西都還沒有這個脈絡的時候 就被拉到檯面上面來了 它的形式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講資訊透明公開 我覺得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有些東西一透明公開了之後 反而出了問題了 就變成是說它不像是媒體 不像是一個媒體的操作 它反而是 他看到你這些人 我就把你直接退到檯面前 然後我讓所有的對答 就是擺在議論 我剛剛講的辯論的態勢底下 然後就會變成是說 有的時候 網路媒體表現出來的樣子 真的有點蠢 就是問出來的問題 就是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官方一兩句 萬一撥倒了 然後下面的人都在看 因為我們就說 我們跟主流媒體做在一起 而主流媒體其實有一些 其實在看笑話 因為主流媒體對很多問題的了解 是比這些網路媒體還清楚 有時候看你們的主持人 我會提出來 對啊 就是這樣 那樣推到前面好多 還有啊 立法院常看立委 這樣子問官員 那啥是立委啊 你不是說很辣 不是 我是說很辣 反正就是在說 8G的 8G的 對啊 我那個64G的 因為時間齁 有一點 就是delay 然後呢 請那個動作還可以再做一下 你剛剛有 剛剛做了什麼